2 2 3 這個就是沒有在前進的時候 所以輪胎這個反彈幾乎不會轉動 第二個我們再試試看 輪胎比較高跟比較低的時候 偏心力矩的作用力大起來就不一樣 它的轉動的速度有沒有不一樣 它的轉送的速度 我們再看 現在就是說 它有一個摩擦力的時候 假使沒有一個摩擦力的時候 所以要有一個前進的時候 它才會有偏心力矩 大概就是這樣 沒有這個前進的時候 你再怎麼動的話 它這個輪子都不會轉動 你看 對不對 但是 當你有一個 它就 就有這樣的一個動作 輪子它就會開始有轉動 這個就是 偏心力矩造成 它這個輪胎的一個自動的反動 OK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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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